也可让你瞬间化身厉鬼 摆脱不了今生的因果 所以当时的心境是非常重要的 要阻止村民们化身厉鬼 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平静 唤醒他们心中的善 大家的情绪稍微平静些以后 有个村中的老人开口了 他说道 君娃 告诉我们这到底是咋回事 为啥你可以捧起河水 我们就不能 给我们说清楚前因后果吧 另外一个老人也站出来说道 君娃啊 你到底是不是君娃啊 我咋觉得你特别不一样 你到底是哪个 看来村民中也不缺乏聪明之人 我坦然地望着大家 让赵军如此说道 我的确是赵军 我是一个逃出了村子的人 可是我又再次回来了 之后又再次逃出 这几次的经历 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错了 大家还没认识到吗 我们错了 村民们沉默 是的 他们谁不知道赵军的错了 是指什么错了 是指老村长的事情 我不想给大家说什么大道理 我只是想说 那一天 换成是我们大家任何一个人 调到了水里 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心里会是什么想法 都是平日的相亲哪 他有冲天的怨气也是正常的 有时候我自己也悄悄地内疚 只是因为害怕 我不想说出来 可天底下有一个大道理 大家是明白的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我们都欠了他的 我们就该还他 这段话 是我放任赵军说的 没想到 赵军可以说的那么简单动人 也许这也是他正常的想法吧 我是想还 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说还要咋还呢 人都死了呀 难道要还一条命吗 咋整个村子的人 他都不放过啊 显然 大家是动容的 这样的事情 让一个普通人心里 完全没有内疚 是不可能的 善就在每个人的心里 这世上 没有完全杜绝了善的人 因为每个人生来 都有一颗本心 大家想想老村长的好吧 有些事情他付出了越多 怨气也就越大 他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 到这时 自然也就恨这里的每一个人 除非他对这里的人没感情 反倒也就没那么大的怨气了 而且化身为鬼之后 生前的全部感情 都会化为怨气 除非能从根源上 解了他的怨气 这段话是我说的 赵军显然是不懂这些的 可是要怎么 才能从根源上 解除老村长的怨气 这是人们现在的疑问 我却不能解决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那件事情 就是老村长根源上的怨气 可是一切能重来吗 这件事无解 我说出了我的答案 大家沉默了 那一幕 在每个人的心里 都如此的印象深刻 有人蹲了下去 抱住了脑袋 悲伤地问他 那要咋办 显然 一提起老村长 大家一时间 就忘了刚才的河水事件 显然老村长的事情 也勾起了大家的善 其实 人们不是不愧疚 不是不后悔 而是在当时 被生死冲昏了头 事后 事情也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大家就任由人的 劣根性发挥作用 本能地逃避 全村的人都在逃避 但只要有人站出来说错了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大家自然也就会面对 这件事情 我看时机成熟了 于是大声说道 其实 大家也不必想着 去化解老村长的怨气了 因为他已经变了 不是那个老村长了 是一个受怨气支配的怪物 他也许很痛苦 但自然有人会解脱他 至于我们 我们在几十年前 就已经还给了老村长 你说什么 人们开始不解 什么是几十年前 就还给了老村长 现在的时间是 1990年 我们早在1953年 就已经死了 还不明白吗 我们现在是鬼魂 而不是人 我们已经还了这笔债 只因为老村长 现在变成了一个 受怨气支配的怪物 他身不由己地 不能放过我们 我大声说道 尽量把事情 往好的方面说 不引起人们的怨恨 我心里很紧张 我怕这个时候 人们想不通 化身为厉鬼 那这个事情 也就没有意义了 就算怨气世界破了 我们要面对的 也是百八十个厉鬼 外加一个老村长 而且度化的力量 是善的力量 从一定程度上 能削弱老村长 果然 我的话音刚落 人群中先是一阵骚动 然后我眼见着 冲天的黑气腾空而起 普通的村民 身体上也开始泛起洪光 那是化身厉鬼的前兆 90年 这都几十年了 一个声音尖利地说道 你说我死了 另外一个声音尖利地说道 我是鬼 我是鬼 又一个颤抖的声音 是的 这个事情任谁不崩溃 难科医梦 还是恶梦 梦一醒来 却发现自己不是人 是鬼了 我大声说道 这世间因果 是有因才有果 是个人就知道 欠下的该还 还完了 我们就安心地去轮回 这是幸运 背着一身的债去轮回 怕是下辈子 也不得安生啊 现在有高人 来超度我们 我们也不用受这苦了 其实我们又算什么苦 老村长承受了这怨气 怕是连超度 连下辈子的机会都没了 还不明白吗 我们错了 我们还有下意识的机会 我们却把老村长 坑到连轮回的机会都没有了 人毕竟还是善的 虽然这个善 常常弱于人的自私 这是无奈的事情 这个世间 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不自私 就如你不能要求这个世界 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 不突破桎梏 不经历的心 只是一个本心的源 还不能叫做本心 自私 就是天道的考验 人们需要用很多事 来突破它 每个人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的话成功地抓住了这一点 告诉大家 我们的未来很光明 我们不需要再有任何负担 我们解脱了 然后再唤起大家的善 而且我没有说谎 老村长如此为恶 确实没有了轮回的机会 怨气开始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 渐渐消散而去 村民们身上的红光也消失了 表情竟然变得悲伤而后悔 我看着这一幕 心中感叹 若是再来一次 悲剧还是会发生吗 总是在确保自己无忧之后 才能做到同情他人 抱着一颗善心看待他人 可是又有错吗 换成是我 我是对自己身边的亲人 朋友抱有善意多些呢 还是都一样 对每个人都抱有一样的善意 发自本心的善意 长长的路 是啊 整个人世间都有一条长长的路要走 但我们至少知道 我们是要追求什么的 否则也不会把善行宣扬 恶行批判 老祖宗也不会把行善的准则写进书里 把这精神赞扬 然后流传下来 我们也一样有希望 我在感慨着 一场危机也总算化解 我刚松了一口气 就听见原意用特殊的方法对我说道 陈诚意 我要撑不住了 我爷爷留下的法器 压不住这老村长的怨气了 原意的话音刚录 诡异的一幕就发生了 首先是河边上忽然就狂风大作 接着河水就如故事里所说的一样 开始翻腾起来 更害人的是 这一段的河水竟然开始泛起诡异的红色 接着一个嘶哑难听的声音凭空传来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特别是你 你这个人 我要让你生生世世 都在我这里受尽折磨 这声音里 包含着冲天的怨气 让人心底发颤的恨意 原意果然压不住老村长了 老村长就要出现了 人群开始惊慌 我此时 无疑就是人们的主心骨 人们全部把希望的目光都投向了我 每个人都在慌乱地问我咋办 我很想去帮原意一起镇压老村长 但现在我的状态显然不行 至少我必须让赵军从我身体里出来 我才能动用法术 而且从刚才开始 我就能感觉自己的虚弱 而且有一种更不好的感觉 那就是自己的生命在流逝 我现在身上的温度不比死人高 身体也僵硬地连指头都不能成功地伸直了 师父说过 要快速地解除这种状态 除非以损耗自己的寿命为代价 我大喊了一声 灰大爷 好了没 要死人了 我和原意撑不住了 然后我宁神对原意说道 你再撑一会儿行不行 想尽办法撑一会儿 这句话 我用上了灵觉为引 原意自然是能听到 半天我才收到他的回应 是如此的倔强 他说 我不会弱了我爷爷的威灭 就是拖住他而已 不是 你放心好了 我明显能听出 原意连说话都费力 有强行支撑的意思 可是这人 头一次 我对原意在心里 竟然生出了一丝佩服 我转头对大家说道 别慌 有高人在帮我们 拖住老村长 马上超度就要开始 大家别慌 我说了 能带大家解脱的 我的话稍微起了一点作用 大家稍微冷静了一点 至于原意 我也不知道 他用了什么办法 风势小了 河水的红色也开始淡了 这一幕看在大家的眼里 大家也更加信服我的话了 这一次 我真的应该感谢原意 若不是他 老村长绝对是要 先对付我这个罪魁祸首 不管他的出发点 是不是为了保住 他爷爷的威灭 可我欠他的 我记下了 也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承宜 带村民们来祠堂朝度 声音很大 声浪在整个村子里回荡 滚滚不止 这个声音 不仅我听见了 连村民们都听见了 佛门可不只有天眼通 天耳通 修到高深的境界 全身无感一言 无一不同 用佛门狮子好的功夫 蕴含灵觉好处 自然 鬼魂们也能听见 我心中一喜 村民们脸上 也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我在心里大吼道 赵军 出来 带村民们去祠堂 接受超度 我要留下来帮元毅 此时 必须阻止老村长 否则他破坏了超度的事 这后果 我不敢想 赵军的灵魂 已流露出了一丝 欣喜之意 能得解脱 谁不渴望 下一刻 赵军就离开了我的身体 原本我的身体 是他的灵魂在支撑 他一离开 我忍不住全身一软 一下子跌倒在地 我顾不上那么多 赵军也看不见我的情况 只有我 能看见他和普通的村民 我喊道 快带大家去 这一声 是用灵觉好处 赵军自然能听见 赶紧地带着村民 赶往祠堂 我也不知道 师父的阵法 是否不完了 需要我和原一党多久 赵军离开了我的身体 我自然 也就能看见原一了 此时我看见他 双手掐绝 正在支撑着一件法器 那件法器 也是一个玉皇印 一般用于镇压的法器 多是用印 不用开天眼 我也能感觉到 那法器上 法力波动得如此强烈 原一用自己的功力支撑 难免有些勉强 我也会预期地口诀 虽然那法器不是我的 没经过我的孕阳 我操作起来会非常困难 但是总会缓解一些原意的压力 仿佛看出了我所想 原意吼道 你待在那里好好休息吧 我撑得住 你别插手 这人还是如此的骄傲啊 但此时 就算我想插手也插不了 赵军一离开 我就全身乏力 虚弱 僵硬 甚至连动一下指头都困难 要知道我全身的生机 是被锁住了 魂魄也被压在了灵台 除非有人帮我解开绳结 除非再有一个魂魄上我的身 操纵我的身体 可那可能吗 再上身 可能只能透支我的寿命去支撑了 原意此时的情况也很艰难 如果透支功力 就要动用本源了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原意绝对已经透支功力了 我看见他鼻子涌出了鼻血 嘴角也在流血 但就是如此 摆放在身前的法器 竟然还在微微颤抖 那股镇压不住的意思非常明显 一般的道士镇压什么东西 法器颤抖 绝对不是什么好现象 那只能说明一点 就是镇压不住 平常人看见 只是以为碰到了风吹什么的 哪知道这其中的危险 我不能牵缘以如此大的恩情 我必须去帮他 寄信寿命 解除危机 其实是一项简单的秘书 不算什么逆天改命 因为是公平的交易 这项秘书不止道士会 连一些民间的所谓巫师 巫婆什么的都会 当然他们寄信的 不一定是寿命 我在心里默念口诀 开始寄信自己的寿命 这一生 只要过得充实 而没有遗憾就是了 活多少年 其实不算太重要 至少我是如此想的 可是这项秘书在施展的时候 总是有一项产生 灵爵强大的人 甚至在秘书没完成的时候 都能有感觉 原意身为道士 灵爵一定比普通人强 他显然感觉到了 他骂道 你妈的陈诚医 是不是到这时候还要影响我 我不成你这个情 你给我停下来 你看不起我是不是 说话的同时 原意喷出了一口鲜血 显然分神对他来说 已经是极大的负担 我不敢再继续下去 如果我继续害他分神 网诵了性命 那我绝对会内疚一辈子 唉 我叹息了一声 暗自停止了法术 只祈求师父能快一些 可是 我不能无动于衷 师父不是说过吗 人的意志是最强大的 我努力的 非常努力的 想伸出自己的手 那我就靠意志 先解开这压制魂魄的绳结 再解开锁阳结 我的身体就像是残废了一般 没有知觉 可是我强行的挤压自己的魂魄 让挤出一魂回归身体 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大脑就像要爆开了一样 与此同时 我的手也在努力的想要动 因为我看见原意的脸色 已经惨白 另外 一件更危急的事情在发生 那就是 他用来镇压老村长的玉皇印 竟然隐隐出现了裂痕 那老村长如此逆天吗 我不想看见原意身陷如此的危急 我的灵觉一次次的冲击自己的灵台 这样做非常的危险 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弄成傻子 可是我没有退路 就在我陷入痛苦 大脑如同一柄中锤在敲的时候 原意的眼中忽然闪过了一丝痛惜的意思 望着他的玉皇印 我正巧也看见了这一幕 没有办法 冲击灵台的痛苦 就在于他再痛 我的意识也非常的清晰 想昏过去都难 忽然 原意的眼中出现了一股狠色 他收起了玉皇印 在收起玉皇印的瞬间 天地就变了颜色 忽然之间狂风大作 河水翻滚 那犹如鲜血一般的红色 从河底翻腾上来 刺的人眼都是一片恍惚 看得出来 那玉皇印对原意来说非常的重要 他心疼着印章 不想再用玉皇印来镇压 可我也能知道 玉皇印绝对是原意的最强法器 这种时候 他不会藏私的 难道原意是要放弃了吗 我叹息一声 这也怪不得他 如果是这样 那我情愿透支性命 自己顶上 这样想的时候 我的脑袋一疼 出现了瞬间的恍惚 感谢我那强大的灵觉 竟然生生地冲破了自己的灵台 恍惚的感觉挥之不去 像是看什么东西都不真切 而且全部是慢动作 就算如此 未应该庆幸了 没有强冲灵台把自己冲成一个傻子 手脚终于可以稍微活动了 但问题是 却那么的不灵活 我看一切的事物像是慢动作 可自己的动作比慢动作还要慢 原意已经收起了他的玉黄印 我感觉此时的天地已是一片大乱 狂乱的风吹得人连呼吸都困难 红色的河水仿佛融入了数万人的鲜血 更恐怖的是 狂风吹起这河边的青青绿草 那些草叶竟然化成一团一团的怨气散开 这个怨气世界开始破灭了吗 远处如同红中大铝般的诵经声传来 我看见一圈一圈金色的光运荡开 每荡开一层就能明显的感觉 这弥漫的怨气要少一分 可就算如此 也不解救我和原意此时的危机 我颤抖的手终于拉住了红绳 我这时才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不会解这绳结 这绳结如果不按一定的结法解开 就算我强行把它扯断 也是没用啊 冷汗从我的额头留下 我看见原意转身就走 难道 他是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吗 是的 就算他把我丢下 我也无话可说 此时的情况如此危急 他有什么理由为了我拖累自己 这顶多只是道德上的问题 再则 他也没有要求我留下帮他 是我自己要留下的 有些不甘心 我忽然发现我能体会到老村长的感觉了 不同的是 他是完全的不甘 而我只是有一些罢了 毕竟在这之前 原意是尽全力帮了我的 从他惨白的脸色来看 他甚至动用了本源力量 自救吧 灵觉的强大 让我记忆力分外的强悍 师父曾经说过 会绑绳结 也就会解绳结 因为解绳结不需要功力 只需要解开绳结的最后两个扣就行 因为功力一般就凝聚在最后两个扣 当然 你要记得绑的方法 才能顺利地解开 我开始努力地回忆着师父最后两个 结扣的绑法 不到最后的时候 我不能放弃 可就在这时 河水再次开始翻腾 翻腾的是如此的厉害 大片大片的水泡浮起 就像是很多大鱼在水下呼吸 哗啦一声 有什么东西 窜出了水面 这声巨响 当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看见一个头 冒出了水面 那张黑色干瘪的脸 我是如此的熟悉 是老村长 我在心里哀嚎 僵尸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也就是不腐朽的干尸 哪有僵尸喜欢泡在水里的 我真的想骂娘啊 接着 我看见 老村长以惊人的速度 朝岸边扣了 原意此时走到了河边的一块空地 忽然就停下了脚步 我看着原意 这小子是良心发现吗 准备救我啦 同时 我也很奇怪 原意的淡定 老村长出现了 他竟然不回头看一眼 只是平静地往前走 直到他走到这片空地停住 他连表情都没有什么变化 我终于想起了绳结的绑法 激动之下 我也懒得想那么多了 用颤抖的手指开始解开绳结 原本只要知道绑法 解绳结是很简单的 只是我的动作僵硬 手指颤抖且缓慢 反而把这件事 变成了一件费力的事情 陈诚一 你且看我原家的法术如何 我要让你看见奇迹 原意忽然朝我大声吼道 我正在专心地解绳结 连老村长倒没有到岸边 都不曾注意 原意这样朝我一声大吼 反倒把我弄愣了 他这话什么意思 毕竟才冲了灵台 我的反应不是那么灵敏 还来不及细细思考 原意话里的意思 却只见原意忽然转过身去 面对着老村长 手里握着一张 我看不清楚的紫色服 冲老村长吼道 你等邪魔妖物不用嚣张 且看我原家天师如何收你 原家天师 这原意疯了 自称天师 连我师父都不敢说 自己是天师 而且 他要一个人对付老村长 我不知道原意要做什么 毕竟每一脉的术法 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就算同一脉的两人 或者因为师父不同 彼此都有些 不会交流的不传之密 但我直觉 原意用的办法 一定是伤人伤己的办法 刚才动玉皇印 明明都很勉强的 一边想着 我一边努力地借着绳结 我不能眼看着原意如此冒险呢 或者他有他固守的骄傲 可是起因不是因为我吗 我在心里怒吼着 原意 你别他妈的让我欠你 原意再也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而是说话间 已经把紫色的符贴在了自己的灵台处 然后开始大步地踏起布钢 我忽然有了一丝名物 原来一开始原意就没打算逃跑 而是要找一块地方踏布钢 毕竟布钢不是什么地方都能踏的 而是要选择一定的方位 好上队上天星辰 原意的布钢我认不出来 这也是正常 可是布钢总有共同之处 我隐隐能感觉出来 原意这布钢是要引天雷 贴在灵台上的符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符 但是在灵台处 那一定要增强自己的灵具 我知道原意要做什么了 他要引天雷 他疯了 要知道 雷法是道家术法里最艰难的法门 要成功地用出雷法 各种要求苛刻之极 我在动用下毛术的时候 因为神志不清 准备妄动五雷诀中的一诀 引其中一雷轰击别人 就是十分危险的做法 幸好是我的运气 被别人及时打断 否则就算我引之雷 能打死别人 我自己也会成为废人一个 再不幸一点 我说不定也会死去 而在当时 我只是运用守绝 可这原意发疯一般的 竟然踏起不刚来配合 那索引之雷的威力 肯定也巨大无比 他自己能承受吗 本源被一抽而空 灵觉耗尽 本源还好说 最多就是变成一个体虚的普通人 那灵觉呢 灵觉是灵魂的力量 灵魂的力量要是耗尽了 好一点就是灵魂虚弱 从此陷入长长的沉睡 变成植物人 不好一点 那就是灵魂变得残缺 人也就会死掉 最坏的结果 那就是魂飞魄散 一想到这里 我全身都冒出了细毛子汗 恨不得自己能快一些 再快一些 在那边 老村长已经非常靠近岸边 而元毅已经开始念诵咒语 随着生生的咒语和不刚踏出 天空变得阴沉起来 在这一片乌云聚集 眼看着就是一场大雨将落下 雷爵已经发动了 我在这边急死了 安骂道 为什么不是冬天 雷爵限制颇大 一般只能在春夏秋三季动用 如果想要在冬季动用雷爵 那不是要多厉害的人才可以办到 如果此时是冬季的话 元毅也就动用不了雷爵了 可是此时是夏季 雷爵最好发动的夏季 我有些绝望 小面积的聚云落雨 就是雷爵已经发动的征兆 当第一道闪跌滑过的时候 雷爵想阻止倒不可能了 快呀快呀 我在心里怒吼着 估计是我那充满了极其的念力 起了作用 我的动作竟然快了起来 顺利地解开了第一个结构 我明显地感觉到 神结对自己的灵魂压制一松 灵魂竟然能渐渐归位了 可此时元毅的不刚已停 他竟然马不停蹄地 开始掐动起手爵 那手爵我无比熟悉 竟然就是五雷爵 他掐五雷爵的方法 竟然和我这一脉的五雷爵一模一样 而且他引动的竟然是天雷 最高等级的天雷 元毅到底是有多好强 竟然引动天雷 他是想要魂飞魄散吗 此时老村长已经到了岸边 半个身子都浮出了水面 开始一步一步地朝前走 步伐飞快 他的目光冰冷 愿毒地望着元毅 我甚至从他的目光中 感受到了一丝对元毅的继位 老村长也感觉到了天雷的危险吗 他也害怕吗 我忽然觉得元毅非常的英雄 可是我不能允许他那么英雄下去 我动作飞快地解开了第二个绳结 感觉全身一松 彻底地扯掉绳结 我感觉我对我的身体恢复了控制权 可是 有什么用 此时的情形已经危急万分 我手脚能动了 可是冰冷得可怕 这样的冰冷 带来的后果就是僵硬无比 阳气被锁 身体虚弱 术法一样无法动用 因为身体承受不起 但是我还是已咕噜 翻身起来 准备去阻止元毅 我来不及解开我身上的锁扬结了 因为还不能适应身体 因为僵硬 我的步子并不快 明明元毅就离我不到二百米 可是我却觉得那么遥远 元毅根本不看我一眼 独自掐动着手绝 我们头顶上的云层越来越厚 滴滴地压在人的心头 那么地沉重 元毅的咒语声越念越大 已经近乎疯狂 不知道的人肯定以为他在跳大神 可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因为这手绝换我来做 也是同样的效果 道家所有的口诀都要存私 要求整个精神缠浸进去 人的精神一旦缠浸于某件事 喜怒哀乐 自然被牵动 雷之一物原本就属于狂暴的象征 元毅咒语念动到疯狂的地步 说明咒语已快完成 当咒语完成的时候 天雷自然就会落下 我无法言明我心中的着急 费尽全力地走动了那么久 我也只走了五十多米 根本来不及阻止元毅了 我只能大喊 元毅 住手 帮我解开锁阳节 我用请神术助你 你用玉皇印镇压 拖到我师父过来 无奈 元毅根本无动于衷 我大吉 却没有上次在村中遇见那个老头的本事 声声地打断别人的尸数 难道就如此了吗 我不甘就这样放弃 还是继续大步朝前走去 却不想后背忽然就没来由的一阵发浪 瞬间就起了鸡皮疙瘩 而在心里 我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老村长 我下意识地转头一看 刚才还在爬上岸的老村长 已经失去了踪影 他到哪里去了 我只顾自己走路去阻止元毅 却把老村长这个存在给忘记了 我有一种强烈的 不找到他不甘心的想法 不由得转身回头找他 可因为身体的不灵活 我竟然被脚旁的一块石头给绊倒了 而就在我身子往下倒的瞬间 我看见一个黑色的身影 正朝我扑来 那尖利的爪子 就贴着我的脸擦锢 带起了风 让我的脸上 兜起了一串鸡皮疙瘩 老村长先袭击的目标竟然是我 怪不得我刚才感觉到那么危险 这就是灵觉强大带来的预知 可这预知没有什么用 我只能苦笑着 感谢是我身边这块石头救了我 感谢我的身体那么僵硬 所以才会摔倒 老村长一击不中 由于惯性 康康往前冲了五米多才停下来 而我这僵硬的身体 根本还来不及爬起来 我们俩有一个短暂的对视 我看见 也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恨意 那么多年构筑的怨气世界 竟然被我三言两语地破去 听起来是儿戏了点 可这就是事实 他低估了人们在绝境中 对救命稻草的渴望 我的出现和我的话 就是人们的救命稻草 但不管他是高估还是低估了我 总之他恨我 我绝对躲不开他的第二集 因为面对僵尸那么能打的家伙 你只有三个办法能对付他 第一 你比他还能打 前提是 你也要和他一样 不怕疼 不怕伤 除非被打死 第二 你有高明的道数 能够成功地克制他 镇压他 第三 你跑得比他快 别以为手枪炸弹什么的 能对付僵尸 就算能对付 那也是普通的僵尸 对于这种动作快若闪电的僵尸 除非你不惜使用大面积的爆炸物 而且必须要威力十足的那种 否则现代武器没什么大用 但是大面积威力十足的爆炸物 国家能轻易动用吗 答案是不可能 特别是找不到目标的情况下 当然 如果我们能联系到上级的话 说不定有这种可能 我的脑子里闪过很多念头 但这些念头 应该是我死前最后的念头了吧 我自嘲地想到 却不料就在这时 一道闪电 划过了我头顶的天空 这只是一道很小的闪电 波及的范围 也不过这方圆一里 可这代表着圆意的雷厥 一成 终究还是阻止不了了 我的心没有来的一阵绝望 就算和老村长这样危险的对峙 都没有让我绝望 却不想圆意的雷法 却让我彻底地绝望了 我救不了他 仿佛是感觉到了危险 老村长结束了 和我那不到两秒的对峙 直直地朝我扑来 我有些木然地面对着老村长 却听得圆意 如同雷神一般的一声怒吼 雷来 接着 我看见 纷繁的雨点落下 犹如悲伤绝望的泪水洒下 与此同时 一道金色的雷电 从天空落下 准确地 轰击在了老村长的身上 那只是一条细小的雷电 可你永远不要怀疑雷电的威力 它是世间 唯一带着毁灭意志 对阴邪之物 有最大克制的东西 在鬼片中 往往那些厉鬼会出现在雷雨夜中 那是多么荒谬的拍法 有什么不要命的鬼物 敢直接出现在雷雨夜中 啪哒一声 老村长的身体落在了我的面前 我闻到了一股难闻的焦糊味 看来这个强大的老村长也怕这个 至少面对天雷 他全无反抗之力 雷掘一成 天雷尽落 紧接着 第二道雷又朝老村长劈去 同样是一道细雷 可是老村长是有智商的家伙 他想也不想就爬起来 努力地想跑出这个范围 轰轰轰 雷电不停地落下 如果这里还有其他的人的话 说不定就以为 这只是夏天的一场小雷雨 没什么好奇怪的 毕竟东边日头 潮西边雨 是夏天常常出现的自然现象 可他们哪里能想到 这是一个道士 用生命导引的雷法嫩 老村长不可能再对我有危险了 我挣扎地站起来 一步步地走向原意 大颗大颗落下的雨点 打湿了我的身体 模糊了我的视线 让我冰冷的身体更加地冷 这也比不上我的心冷 那是因为眼睁睁地看着原意 可能就要死去 而自己不能阻止的一种冰冷 看了眼老村长 我心头竟然第一次 生出了浓浓的恨意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恨天恨地 恨尽所有 死了一个村的人还不够 还让他们无尽地陷入恐怖轮回 接着又要我们一个个地为你陪葬吗 原意用生命导引的天雷 也只是让你畏惧吗 因为我看见 它身形依然灵活地 跳入了那条河中 那条河中到底有什么 河水里就能避开天雷吗 水可导电 雷击在水上 威力只怕更大 虽说原意的雷云只笼罩了方圆一里的范围 但还是笼罩了一小部分河床 正确的选择绝对不是跳进河里才对啊 可是此时是思考这个的时候 我继续朝原意的方向走去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还能挽回什么 老村长已经逃出了雷云的范围 可是原意的天雷还是不断 朝着老村长身影最后消失的地方轰击 我数着天雷的倒数 原意竟然招了27道天雷 虽然只是一个小范围 威力也不怎样的天雷 可这也是它的极限了 当最后一道雷落下的时候 我终于走到了原意的面前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全无血色 蹊跷流血的原意 他的目光都已经有些涣散 在平日里 原意虽然是一个嚣张的人 可是衣着洁净 风度沉稳 也有一副高人风范 此时却是狼狈无比 我站在雨中 原意望着脸色同样惨白 被动得没有知觉的我问道 陈诚意 我原家可是厉害 比你师父如何 我嚎头滚动 轻声说了一句 原家很厉害 我们师徒自叹不如 原意露出一丝微笑 喊了一声爷爷 身体轰然倒下 绑在我身上有两道绳结 刚才我只是解开了第一道 压制我灵魂的绳结 而身上还有另外一道锁阳结 锁住了我的阳气 让我的身体虚弱不堪 想要抱起原意 都没力气 原意还有呼吸 只是具体怎么样了 我却不知道 但是我不能让原意死 一定不能 雨点纷纷扰扰地打在身上 我拖着原意 伸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我没有力气背起它 可是我也不能把它留在这里 我怕潜入河中的老村长 随时会回来 茫茫的雨目中 我很痛恨自己 痛恨自己平日里玩力 只是完成师父布置的任务 便不再多学 要是我能在空闲的时间 跟师父学习这绳结的打法多好 师父曾经说过 如何打各种绳结很重要 所需功力也不是很多 只是这会儿比较精细 比较考教耐心 可我偏偏喜欢大威力的术法 瞧不起这些细枝木结 如果在今天我能顺利地解开圣结 望了一眼紧闭着双眼的原意 我心里恨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这种感觉太难受了 雨水打湿了我的脸 模糊了眼前一切的景物 对的 只是雨水 我低着头 埋头走着 不想承认自己眼中还有泪水 是打不开锁阳结吗 一个声音在远处响起 是我师父 我抬头 一直压抑的泪水 忽然就奔涌而出 这一次 师父没再扮演 从天而降救我的人 师父也是人 不是神 不可能每次都在关键的时候来救我 这一次我庆幸有原意在 有一块石头刚好绊倒了我 那下一次呢 这一次的泪水 不是为见到师父激动而流 而是为自己的无能而流 望着师父一步步走来的身影 我忽然迷雾 这个世界上 没人能永远地保护你 自己自立才是关键 这种自立 有时也并不是为了自己 在某种时候 这种自立 也是为了给需要你的人 党方遮语 终究有一天 是该我去保护师父吧 终究有一天 是该我去侍奉父母吧 也终究有一天 我要还上原意 这人情 师父默然不语 只是伸手为我解开了锁阳结 一股温暖的感觉 顿时遍布了全身 不再压制阳气 我的生机总算回到了身体 虽然我依旧冰冷 依旧虚弱 依旧是漠然不语 师父走过去要背起原意 我拦住了师父 说道 我来吧 说话间 我把原意背在背上 虽然感觉沉甸甸的 有些迈不动步子 可是我说什么 也不想放下背上 那个人 师父没有阻止我 只是转身走在我前面 一如往常 总是他走前面 我跟着他的背影前行 只是这一次 我觉得师父的背影 有些萧瑟 他有些低沉的声音 传入了我的耳中 可曾怪我来晚了 我怪我自己 我同样低声地回答道 承意 你是长大了 师父身子一顿 却没有回头 接着他说道 回去好好学习道书吧 这一次你没错 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算错 再下一次 你会心有余而力也足的 师父的话 对我充满了鼓励 可是我却难以开怀 我说道 还有下一次吗 愿意他 引雷从来不伤人 但也只是可引之人 不然道家雷法流传颇多 知道的人 岂不是人人可引雷 完成着大威力的法术 不可引而强引 才是伤他的根源 引雷而来伤他邻居 控雷伤他功力 彻底坏他本源 所幸的是 原意底子扎实 这一场雷法才没要了他的命 师父很平静地说道 我不懂师父为何会那么平静 只是有些悲伤地说道 那原意会怎么样 一生修为尽 一生修为尽非 伤及灵魂 如若好好护理 也许有醒来的一日 师父依然平静 师父 你为啥不说点什么 原意他 我终于忍不住开口 说什么 说悲伤的话 不如做实在的事 原意不可引雷 而强引 就是他要付出的代价 强引的根源 是因为他的执念 这也是代价 这世间事 一饮一浊 哪能有果没有因 可是 这次他的目的 却是为了保护你 你已经背上了阴 所以你该要怎么做 你自己心里怕是有数 而不是这世的背上 师父说道 我默然 然后说道 师父 我知道了 嗯 原意有一个女儿 师父再说了一句 接着就闭口不言了 谈话间 我们早已走出了雨幕 走进了村子 慧觉送经声不止 我莫名地发现 竟然有很多 缕真切的阳光 透进了这个村子 大阵已成 就等他上门 师父忽然说道 可是师父 原意的雷法 我觉得并没有 伤得老村长太多 这 对付僵尸 最好的办法是火 村民们的灵魂是强悍的 因为几十载的恐怖轮回 堆积的怨气 让这些灵魂强悍 可是村民们的灵魂 又是脆弱的 一旦剥离了怨气 他们只是几十载 飘荡在这里的孤魂野鬼 没有三尺埋身地 没有供养 受尽折磨 又怎么能不脆弱 所以 汇觉在村民们 身死的祠堂 超度亡魂 除了他和汇根 我们并不能靠近 因为生人的阳气 会有可能 都会把 这些村民的魂魄冲散 我坐在一块大石上 据师父说 此时整个村子 都已经覆盖在大阵之下 而这一次 大阵非同小可 人只能在阵法预留的 一些位置待着 才能确保不伤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阵法 竟然厉害到如此的程度 连人都会伤及 可是师父却不肯说 我想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师父是不想出什么岔子吗 老村长毕竟是一个 太神奇的存在 他有时好像知道 我们的行动 会觉得宋经生还在继续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结束 师父说过 一整个村的怨气 就算高僧 也要超度很久 这个很久是多久 师父说可能是一天一夜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观看